今天是要介紹我身上這件上衣 然後我身上這件上衣呢 它是做 它是可以俘路的 後面有一個拉鍊小小的 看得到嗎 可以拉開 可以做俘路的部分 然後如果 其實因為它沒有很明顯 所以你不用怕說 我身完或這衣服就用不到啊 什麼的 就像正常這樣穿也沒有關係 也沒有問題的部分 那它還有彈性嗎 有 還是有一點點的彈性的部分 好嗎 然後它有兩個顏色 它沒有分尺寸喔 它有黑色跟白色的部分 黑色 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長度其實是可以 我可以當良妝的啦 我覺得可以單穿沒有問題 好 那我想幫大家問一個問題 白色會不會透啊 你覺得這一件 白色 我覺得 還好耶 你裡面穿的是不是黑色的 對我穿黑色 好你轉背面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沒有很明顯 白色多多少少一定都會有一點點透 可是像這樣子的透明度 我覺得 是一般正常人都可以接受的部分 而且因為前面也看不出來 因為它剛好有個圖案在這 對 前面就已經遮住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它沒有到非常透膚的那種顏色 對 因為夏天其實大家一定都會問 白色會不會透啊 幹嘛的 上衣是沒有分尺寸的 對 上衣是沒有分尺寸 上衣是一個尺寸 是 特的 我就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